刚刚在来的路上就是导游跟我们大致普及了一下 然后我们了解到立法会主要有三个作用 一个是立法和废法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叫什么来着 审批公共开支 第三个就是监督的那个政府的一些工作 对 做法 就是我想问议员就是 他在这么多开会的经历中 有没有哪一次会议是最让他深刻的 并且哪一条法律的废除或起草是最得民心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当这个议员 他的初衷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他当议员的目的 想要了解一下立法会跟人大的不同和区别 了解这个香港的一些历史 然后增长见闻 对 增长一些见识吧 比如说历史啊 文化啊 对 然后还有经济啊之类的 但还有很美丽的风景